三連勝的富邦勇士 想要緊追達新的龍頭位置 此戰碰頭臺皮相當關鍵 開賽洋將李恩 除了化身籃板機器 和隊友上演一次漂亮的 空中接力ALEC COOP 好球 帥歸帥 但勇士們單節發生五次失誤 讓臺皮透過攻守轉換輕鬆取分 使得首階打完 綠山軍是以十九比十八暫時領先 而且第二支前半段 適合對方洋將下場休息 魔鬼大叔班Devis內線輕鬆取分 前鋒周伯勳屢次偷跑前場 輕輕鬆鬆上籃得手 所幸富邦還有豪弟林書伟 三分外線不算什麼 自己運球過半場 強行上籃撤掉防守者才夠看 單節進帳四三分 涉領球隊反倒以四十二比三十九超前 只是一籃過後 團隊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台皮眼鏡機不可施 余幻雅 蔣玉安接力松上三分外線 一波十一比二又把領先要了回來 尤其是射手阿亞 准到連助攻都精準到位 交給BD上演空中接力灌籃秀 台皮五十八比五十四後來居上 決勝前魔鬼大叔再接再厲 切入禁區三分打 第一時間吶喊霸氣十足 攻下十九分十籃板雙十成績單 加上關鍵時刻 又是余幻雅快攻上籃 回到加上永多生涯新高的二十一分 就算獨秒階段 富邦一度追到兩分差距 最後六秒鐘 台皮祭出壓迫防守 讓林書偉發生失誤 拼了這關鍵的play 衛冕軍是以七十四比七十二 驚險地拿下勝利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